身穿白色上衣的男童 坐在牆壁角落的石屍上 仔細一看整個身體和腿部 都被卡在石屍和牆壁的縫隙當中 原來這名小朋友 調皮爬上石屍後 因為肉肉的體型 被卡住動彈不得 只能動員消防人員 把他給救出來 你打了我 把他給你拉出來 自己都出不來 還擔心石屍被敲壞了怎麼辦 可愛又天真的模樣 讓消防人員又好氣又好笑 而之前也曾發生過一名男童 因為頭太大 卡在泳池欄杆的意外事件 直見一旁的小女孩 不斷拍男童的背進行安撫 消防人員趕到後 立刻對欄杆進行擴張 才成功把男童的頭給拔了出來 男童被救出後 無奈表示自己是因為香藥減重 才會趁著放假來泳池游泳 沒想到還沒運動到頭 就被卡住了 所幸意外最終有驚無險落幕 記者 總好不倒